出生于1947年10月8号 Hello大家好我是Tom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The House 2 那么昨天的话我们是玩了左边这一款 就是第一部2005年时候发布的这个游戏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玩这个游戏的第二部 这个游戏呢玩起来还算比较坎坷 因为我找了差不多十多个网站 基本上都是可以玩到这个游戏 但是呢我只能听到游戏的声音 然后我也可以点击游戏 但是我看不到画面 所以我花了很久的时间 我去找到了这个游戏手机版的程序 然后我下下这个程序之后呢 然后安装到了手机模拟器上 这样我就可以在电脑上玩了 我的天哪玩个游戏真费劲朋友们 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 给我个松脸吧 点个赞其实也行啊 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点击一下这个第二部来看一下吧 据说第二部很吓人 比第一部要吓人的多了多 这是你们告诉我的 第二部我是真的没有玩过了 第一部的话我很久之前也是玩过的 那么第二部我是真的 一周末好吧初见 好这个还是那种房子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些介绍 这个介绍其实跟第一部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一家人全部死在这个房子里 又再也没有人进去了 就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它整个非常的废弃 可以开始了 大门被分了起来 下面好像有一些血迹之类的东西 我还有一些阴气飘过去 没有办法打开它 那怎么办呢 多弄几下它会松动对不对 OK我明白了 成功 我真的要进去吗 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房子 这进来就是客厅啊 这客厅不是那个爸爸自杀的地方 这边是什么浴室吗还是什么 不知道 暂时先看一看好了 这边有份报纸 这份是信件 我能在这房子里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第一次来这里当女仆之后 我就有感觉到了 我很害怕那些东西 所以我应该离开嘛 这是女仆留下的 这个应该是一家三口 哇塞 这么阴间的 就只有爸爸还正常点 对不对 这女儿跟妈妈真的吸血鬼附体啊 这个是 噢 噢 灯是坏的 我点不了这个 哦呦 这谁 看上去像爸爸对不对 哦不对 这是椅子上坐着的那个人 这谁啊 呦 血迹 滴到了相当里 什么声音啊 什么声音啊 哇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啊啊 啊 哦这是女仆 这是女仆 对不对 这是女仆 哦女儿出生了 女儿出生了吗 只有半张纸 有的时候她自言自语 有的时候她又在晚上狂笑不止 有的时候她好像在叫一些谁 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完了 啊 啊 过去 你要吓死我 哇这谁顶得住啊 冤灵出来了 女儿在哭 他死了 他自杀了 我一点的照片就会有女孩哭的声音啊 啊 我靠 哇 你谁啊 开灯 哦 结束了结束了 第一趴结束了 OK 现在又来到了浴室 哇吓死我了 我要裂开了 这应该很短吧 应该不长吧 这个游戏 我受不了了 这里肯定要出来的 你信不信 他最后一个高能 肯定是个帘子一拉开 一个女鬼出过来 你信不信 100% 这什么圣经 浴室这边也有血迹 我应该怎么办呢 哇 我干嘛 哦 这个马桶好像是坏掉的 抽不了水 但这个水龙头可以用 这样就可以用 一直把它放的会怎么样啊 哦 他自己关了 哎呦 这可以开啊 你在逗我吧 那开着吧 好吧 开着吧 开着吧 开着呀 你别搞 谁在敲门哪 有话好说别敲门哪 好没东西 谁 你谁 我说实话 我这个叫声 完全就是下意识的 你明白吧 就是 我其实 我其实不是很害怕 你知道吧 我一点不害怕 只是他这个 突然一下子 你这个胜利反应就会叫下来 这不是说我怂 完全不害怕的 你看我慌吗 你看我 哇 开始滴血了 哇哇哇哇哇哇 我已经猜到结局了 朋友们 对孩子的事我很抱歉 这是写了什么遗书吗 他怎么这么喜欢一斤一杀的 有人上掉在浴室了 谁妈妈吗 他应该是割腕自杀了对不对 然后上掉 在这里了 哦呦你到底死没死啊 你别搞啊 谁又在敲门啦 老哥 有话好说 Oh no 怎么了 完了什么都做不了 完蛋了完蛋了 我感觉大事不妙 圣经 按不开 怎么回事 不见了 没了吓死我了 现在来到了卧室 这应该是我们孩子的卧室了 很明显了 看这两张床应该有两个孩子吧 对不对 窗都给封起来了 这是什么音乐盒 还有他的小熊 还有血迹啊 怎么回事呢 这里我什么都点不了 我只能点点这个音乐盒 好 过去这么多年这个音乐盒还能这么转啊 好听 好听 我只能说好听 1963年12月24日他被孤儿院收养了 这是他的养父母 他是养父母 他是个孤儿啊 Niko 这是领养症吧应该是 那这一步跟其实跟第一步其实没什么太大的联系 他只是另外一起事件对不对 另外一个房子也发生了命案 不是 你能不要 你可以停吗 他怎么停不下来这音乐盒 我没有搞错 别笑 你一笑我有点慌 哎呦 妹妹啊 Niko啊 我的妈呀 我怎么点什么你都需要呢 哎呦 这边又出了一个东西啊 他每个晚上都会来 啊 她喜欢玩桌面藏 啊 她喜欢玩桌面藏 你怕是在逗我吧 他非常擅长躲藏 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他 啊 哇塞 我刚读完这种东西 我这个这个我说实话 我每次刚读完东西他一出来 真的 我真的我真的无福 喜欢玩桌面藏室吧 我陪你玩 我很会玩吗 这是他画了画对不对 在这个小屋子里 然后爸爸妈妈 然后跟他 然后这个背对过去 这是谁啊 女鬼吗 女婆 这谁啊 强强怎么有字了 跟他玩 可以啊 玩玩玩玩 你想想怎么玩 都OK 我都可以接受 你想想怎么玩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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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两个人啊 Yo bro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照片 刚才那个女孩的照片 我记得极度恐慌那个游戏 你看我慌吗 你看我现在都不慌 刚才这个女孩的照片 是不是极度恐慌那个啊 我记得极度恐慌那个游戏 也有这一幕 好 现在来到了 walking room 工作间吗 好黑哦 有没有灯啊 有灯有灯 漂亮漂亮 有灯有灯 很好 前面还有一些酒 哦不 这毒药 经典毒药 这个是出生证明 那我应该懂了呀 是不是 这家主人自己的亲生孩子死掉了 然后他们去领养了一个孩子 然后亲生孩子来报复了 是吧 这底下怎么有个洞啊 这挂着 哦这下面不会是浴室吧 然后上吊的那个人 下面是浴室 哦那一切都好解释了 所以刚才那画上本来一个是他们的收养的孤儿 然后右边那个转过头的应该是他们亲生孩子 亲生孩子可能有些意外死掉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来 毒药 喝口毒药 哎 怎么开不开了 哎 别弄 是不是有人掉下去了 还说他从工作坚上了掉然后 到下面去了 你看这是我们的爸爸 然后这是我们的妈妈 跟刚才那个领养的是 跟跟领养的是同一个 出生于1947年10月8号 这是我们的妈妈对不对 这跟刚才下面浴室挂的不是一个人吗 妈妈你怎么回事我怎么什么都干不了了 妈妈我错了妈妈 你是谁 哎我怎么办 哎我怎么办啊 刚才这边他有钥匙啊 Safe room 这钥匙好好看啊 他走了他不见了 这边有张纸条 这应该是 写给他的孩子 让他好好待在这里对不对 他很爱他的孩子 这写给他孩子 太潦草了 看不出来什么字 哇 1947年 1947年12月24 这日期哪里见到过的吗 这日期不是刚才领养啊 是刚才领养的那个吗 12月24是不是要输密码 哦呦是1947啊 我以为是12月24呢 刚才太快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我必须死妈妈 为什么我必须死妈妈 我想要活下去 我想一直都活下去 啊 回事他父母把他孩子杀了吧 哦呦你在逗啊 哇呦 跟我没关系啊 哇呦 卧槽 卧槽 诶别 我眼睛闭上了朋友们 来 有杠的你帮我挡着 没事 没事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哇哟 什么意思啊 过关了还是干嘛 你别搞我啊 什么意思啊 过关啦 呀 我喧 n噢 哎呦 哎呦我 哎呦my 有有有有有 哈~~~~~~ 什麼東西呀這個是 Σ ノ 我可 fog 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特殊的房間 蛤 還可以玩嗎 找到特殊的房間 這邊的簡介還是跟一代是一樣的 所有的故事还有一些照片以及给到的信息全都是编造出来的 他没有不尊重和冒犯任何人 所以这个钥匙可以用吗 好的那么这个故事简单来说 就这个房子里面一共有四个人啊 就是父亲母亲女儿女仆 女仆呢在他们家工作 然后是照顾他们的女儿 然后在照顾他们女儿的途中得知了 这个女儿并不是这对夫妇的亲生女儿 所以他想去了解更多 他就发现了这对夫妇其实有一个亲生的女儿 但是当这个女仆想了解更多的时候 莫名其妙就被杀掉了 然后他们女儿也得知 原来自己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是他们收养的 然后这个女儿就想知道 他们的亲生女儿到底去了哪里 所以他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女子 那个女子就是这对夫妇的亲生女儿 那么这个亲生女儿呢 他一生下来就有严重的残疾 这个父母呢非常的狠心 有残疾一定没有一个好的未来 所以下毒 毒害了这个亲生女儿 并且把她的尸体 放到了拍卖会上 进行一个这个拍卖 也是像那种羞辱一样的 但是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他们领养了这个孩子 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 他们对他们亲生女儿所做的这一切 所以他们选了自杀 那么事情就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房子就变成了一个鬼男 好的那么这款游戏就先给大家坐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抢点赞 给我留下个三连 如果记得三连的话 点赞投资或收藏都是OK的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